立法院國民黨團召開記者會 職工蔡政府拼經濟效果不張 負責開炮的是再戰港湖的李彥秀 要選立委乾脆直接到立法院開記者會 搶足版面拉抬聲勢 根據電子媒體港湖區民調 李彥秀支持度44%大幅領先 現任立委高嘉瑜只拿下27% 台灣激進的吳星戴則是13% 港湖立委三書大戰 高嘉瑜面臨吳星戴瓜分 范綠票議員也讓選情告急 前一天分析可能刻意操作 高嘉瑜在槓李彥秀 人情人暖點滴在心 誰有在做事 誰在真的作秀或收割 我想事實不證致命 高委員自己長期在立院 跟在地方上長期經營的表現 就是打卡作秀 這是一個民意呈現的結果 港湖女神民調不妙 加上李彥秀點名 沒在做事 高嘉瑜一口氣唸出政績 努力推動不管是食品制 或降低高公設比 汽車進口關稅 保健食品關稅等等的這些議題 那這些都是跟民眾息息相關 反手圍攻也搬出賴清德 強化自己和黨的連結 但吳星戴鐵了心要選到底 高嘉瑜立委席一次想保住 要很平 三位先生林凱旭 我們收看SN小組台北報導